董事長 你有話要說啊 黑口罩全身包緊進 美商建高公司創辦人陳明達 因遭人舉報未經許可 對外募集有價證券 涉犯證交法 經檢方漏頁偵訊 最終裁定一百萬元交報 另外同樣遭約談的 還有他公司負責人周子迪 則是以八十萬元交保後傳 原來日前檢調貨報建高公司 在未經許可下對外招攬 美國環太平洋房地產基金 長達十九年 投資期間金額高達一千多萬美金 並向投資者約定 可收取年息百分之五 投資期限到期再零百分之六 一共是百分之十一 建高公司創立於一九九一年 是一間有華人主導 主要是負責美國 長地產金融服務的公司 而他們的亞太總部 就位在捷運南京復興站對面 不過根據了解 他們在台的營運資金 只有五十萬元 另外公司創辦人陳明達 身家背景也被起底 出生於台北市迪化街二代的他 還曾是日盛金控的第二大股東 一九九一年和坦哥陳恆意在 拉斯維加斯創立建高投控 目前管理基金規模高達六十億美元 只是沒想到這回禁被查出 涉嫌非法莫骨 對此實際詢問建高集團內部 表示不對外回應 至於公司是否還有其他高層涉入 檢調將持續擴大水查 禁新聞阿貴亞麥 張天使 張家採訪報導 想看更多精采新聞內容 請訂閱按讚禁新聞 並開啟小鈴鐺 接收最新影片通知